他的徒孫就是楊晴寶,而這位董英傑師傅就是楊晴寶的徒弟,而吳家泰極就以吳傳佑師傅為宗師,他的兒子就是吳鑑川,一會雷台比武的吳公義就是吳鑑川師傅的公子 坐慶的節目全部表現不了,這場緊張刺激的拳賽立刻會開始,現在太極派的吳公義師傅登場,接著就是法學派的陳克夫師傅也要相繼登場 陳師傅的打扮就好像西洋拳動,剛才胡師傅的打扮就叫楊晴,這兩位正所謂一中一西的裝束,真是雙影成碎 就好像中國功夫對西洋拳那樣,吳師傅一上來就垂三比武,何賢先生說不用急,坐在一陣休息一陣 關於這次的比賽,吳師傅和陳師傅其實毫無私人的恩怨存在,他們這次的比武是為了香港食氣味大火災民,醜無嚴管 但是高手過招,拳腳無勁,所以就要簽罵了生死狀,任何一方面不幸相亡都無得追究 吳師傅說這要塗眼,所以大會將圍繩的白布脫下來 一陣子的比武的時候,我們會用三個不同的角度去拍攝,讓各位能夠精彩地慢慢欣賞 比賽正式開始了,現在是第一個回合,我們先用第一個角度來給大家看看 陳師傅和吳師傅兩位嚴陣以待,先探探對方虛實 一開始吳師傅先下手為強,用太極的天文頭打出第一圈,打中陳師傅 陳師傅是怎樣把吳師傅剛才打中陳師傅那一圈,打中陳師傅那一圈 這個第三個角度,因為有慢鏡,大家可以看得這麼清楚 一開始,立即是白鴻的圈團猛烈向對方進攻,而這個太極的撇身頭 亦是極力打解對方的中路猛烈攻擊 大家留意,現在太極的前鋒手左手,有一推前,跟著盡左馬,有一撲前 剛剛這個時候,陳歐夫的師傅是左勾拳,剛剛勾下去,勾敬如弓師傅的頭那裡,出了成圈之外 幸好吳師傅反應得快,回身立刻擋住對方攻勢 那弓正爺都叫暫定了,因為要對方,雙方站定了陣腳才再來比賽 這個時候,看到陳歐夫好像抹鼻子一樣,有血流 由此立刻撿開,雙方猛烈地對打 好,第一個回合已經打完了,在這個回合裏面 正所謂在萬人觸目之下,這兩位武術名家是絕無欺場的 他兩個人一上場一,立刻展開一場是極烈地打鬥 這兩位師傅的慈善精神,和他們將中國武術當大的實際行動 的確是值得武術界學習的 現在是第二個回合了,看看雙方又用甚麼招數了 雙方都是首先探討虛實 由此,正爺的武術師傅,立刻拉他來,一拳打中陳之虎 他立刻斬開猛烈的板工 其實剛才那招打得很硬 現在吳師傅是猛烈地打,希望把陳之虎的手打中了 讓他的手受痛,出拳的時候沒那麼大力 第二角度看下,這下吳師傅一下牽揚手拖陳之虎 就一拳打出方向,讓他看見,吳師傅用太極的前鋒手 即是左手,逼著陳之虎的進攻 他一撲牌,他就用左直拳衝出,令陳之虎沒有辦法埋起他身 因為大家知道,如果陳之虎的拳法這麼迅速 一打一撲牌的時候,對吳師傅來說是十分不利的 好了,這個是第三個角度,也是第二個回合 大家更清楚看到,吳師傅可能年紀較大了 他要跌省自己的體力,所以用以日代勞的戰術 起不動,就我不動 我們看看他很少會動動自己的步伐 只是虎視眈眈,撐住陳之虎的一舉一動 一有機會就進攻 而陳之虎這方面是體力健忘,一發靈活 所以他四周遊鬥了 希望一找到對方的破綻,就等待機會立刻衝擊 陳之虎,陳之虎起腳,吳師傅又起腳? 沒錯,雙方都起腳,可能會違反大會的規則 不知裁判團怎麼判了 好了,經過裁判團互相交換意見之後 大會終於判決了 這次的判決就是雙方不勝、不敗、不和 老外圍那些真是大質所望,因為沒有結果 這次的比賽,雖然時間是很短的 但是將中國的武術用在慈善籌款上面 不單止令到陳之虎、吳公義這兩位師傅 得到慈善團亡的美語 同時也都在武林歷史上寫下光彩的一頁 本期階段到達宮